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使用退烧药或预先准备的药品减缓不适 如果出现警示症状 请立即联系119或医卫生局指示 以防疫车队 同住亲友接送或自行前往就医 若有医疗咨询需求 可以参考健保署的视讯诊疗资讯 或透过居家照护医疗团队取得协助 保护彼此 疫苗打三剂 一起做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盘们大家好 人的一生当中 如果这么多机会 当机会到的时候 你会不会选择成立好 各位 我昨天在电视上说什么 我昨天如果我所讲的话 你真的认真的去听 各位 真的 你不得了了 今天两段VCR 各位认真的看完它 看完之后 选择成立好 各位 台湾做股票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盲点测试 我跟你讲 你就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各位 做股票要灵活 如果你只有做一个方向 你死路一条 各位 现在是什么世道 现在做股票已经不能像以前这样 你要来回做价差 各位你看 我在昨天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 1月10号的美国股市是盲点测试 各位 你看今天早上 1月11号 美国依然盲点测试 有没有看到 各位 别人不懂股票 没关系 我们要懂 各位 我昨天拿一个报纸给你看 对不对 我昨天是不是拿一个报纸给你看 各位注意看 这个报纸是昨天1月10号的 1月10号 我是不是跟你讲 昨天登了台积电利多 对不对 各位 结果又登了一个什么 又登了一个金星科利多 各位有看到吗 那各位 昨天登利多 各位 今天这两档股票全部下杀 你看 我跟你说过你不相信 各位你看 各位 今天台积电视翻黑的 各位 你再看6533 金星科 各位 今天杀到502 各位 重挫 各位看到了吗 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 请你把双手借给陈利好 帮我鼓鼓掌 各位 我昨天跟你说什么 我昨天电视跟你说什么 我昨天1月10号的电视节目跟你说什么 相信吗 我们做多也发财 放空也发财 各位 我昨天为什么要跟你讲放空 为什么 我跟你说过我跟别的一般老师真的不一样 我真的很强 各位 我们现在就来验证 什么叫做做多也发财 放空也发财 各位 你看看我金星科 你看我的测标 我1月5号买金星科 买到之后 1月9号工掌停 对不对 工掌停报纸1月10号出来了 各位 1月9号工掌停我就放空了 工掌停我就放空了 我不是跟你讲我空在552掌停板那一天吗 各位 你看今天 各位 最低杀到502 也就是说我1月5号买金星科 1月9号工掌停 我赚60块 出厂了嘛 出厂之后放空嘛 各位 今天又大赚嘛 又赚45块 各位 你相不相信我今天又买回来了 因为今天报纸登利空嘛 我又买回来了 各位 你在台湾做股票 如果你人脉不够多 你很难赚钱啊 各位 我在股市34年了 我的人脉比你多那么一点点 各位够用了嘛 在股市里面什么叫做先知先觉 先知先觉就是人家不要买的时候 你先买了 等到报章媒体杂志登利多的时候 我就丢给你了 就这么简单啊 叫先知先觉嘛 所以各位来 你看看我成立好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愿意跟 给我们先来验证 你看看我怎么验证法 注意看 1月3号我是不是买台积电 因为我知道1月12号 护国神山将举行法说会 所以各位拉回到65日均线 我买440到445 结果我们成交平均443 那各位买到之后 1月10号昨天 1月10号昨天 昨天两个字 早上9点02分 我告诉我的会员 各位 440到443买的人 485到492 全部出厂获利保留资金 485到492 全部获利出厂 各位你看今天 你看今天马上杀下来给你看 482 各位这叫一流的知道吗 我会进我会出 所以各位 为什么昨天跟你讲台积电 赚了44块 10张44万 100张440万 昨天你看过了嘛 对不对 好各位 这是我跟你讲 这是我跟你讲的台积电嘛 对不对 有进有出嘛 我不是跟你讲吗 利多 如果再有利多给人家赚嘛 我不要赚了 我赚这样就好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给大家看 现在有一段VCR 请各位注意 我先给你看一段VCR 看金星科的好不好 你看一看一个一流的老师 一档股票做多也能够大赚 放空也可以赚 各位注意看 看完之后 选择成立好好不好 各位一档股票来回做价差 真的不得了了 光这支股票的价差 我们已经赚了1500多块的价差 各位 我又买回来的 你再慢慢看 一定又会发财 注意看一下VCR 你看我怎么讲好不好 你看看一流的老师 跟那些造假作弊 欺骗吹牛的 到底哪里不一样 各位 你就会知道 我1月5号买的金星科 对不对 1月9号工涨停 马上放空给你看 今天马上杀给你看 两边都赚 请看VCR 各位你看看1月5号我买回金星科 各位 1月5号我买回金星科 你注意看 1月5号 对不对 礼拜四 昨天给你看过 我是不是买回金星科 买490到498 那各位 我买到之后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们平均价493附近 大胆买回 有没有 那各位 昨天是不是工厂停 昨天是不是工厂停 我赚60块 各位 10张60万 100张600万 我最大的客户 买了900 买了150张 赚了900万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各位 你相不相信 我昨天出调之后还放空 你一定不相信的 老师昨天涨停锁住 老师昨天涨停锁住 你怎么敢去放空 各位我是谁 我是一流的老师 我已经跟你说过 现在做股票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涨停板 搞不好隔天也是照涨 各位现在今天的涨停板 明天不见得会涨 你看 各位 我成立好不会造假 不会作弊 你看看一流的老师 是怎么做股票的 各位注意看 昨天两个字 昨天两个字 会员注意 6533基辛科 今天之所以会如此强势 是因为两家券商 主力大户 被强制空担回补 总共1685张 因此上个星期 我们买的价位 今天逢高 各位到涨停价552 都可以自行决定出场 出场就算了 有要放空的人 可以自行决定 各位放空 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看到了吗 我连什么原因 我都告诉你了 你知道为什么 1月9号 各位拉涨停吗 我刚刚不是给你看了吗 因为有两家券商的主力 被怎么样 被嘎空 被空担强制回补 所以很强势 所以我告诉我的会员 就是因为他是空担回补 所以强势我们赶快来放空他 厉害吧 你如果没有这些消息 没有这些脑袋 没有这些秩序 没有这些智慧 你敢去放空吗 一定没有人敢 我连原因都告诉你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那个金星科 各位 1月5号礼拜四 买490到498 各位 刚刚你不是看到VCR了吗 大胆买回 有没有 那各位 1月9号不是工厂停吗 赚了60块 10张60万 100张600万 我的客户还有人赚了900万 那各位 我不是在电视上跟你讲了吗 我出掉了嘛 出掉了赚60块 有没有 那各位 1月10号 我不是跟你讲放空吗 不是连续放空吗 所以我昨天电视上 不是跟你讲吗 相信吗 我们做多也发财 放空也发财 放空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 那我放 为什么我要放空 今天报纸出来了嘛 今天报纸出来了嘛 利空嘛 那为什么 为什么1月10号登利多 为什么1月10号登利多 今天反而登利空 主力在搞鬼嘛 主力在搞鬼嘛 所以各位你看 我做多赚60块 放空也大赚 你看今天 你看 你看金星科今天被杀到502 你看 我是空560耶 空552耶 各位 大赚将近快50块 做多赚60块 放空也赚50块 开玩笑 吓死人了 对不对 各位 做股票真的有这么难吗 真的有这么难吗 我跟你说过 我跟别的老师真的不一样 我不会造假 不会作弊 不会欺骗 不会吹牛 各位 来来来来 我再拿一次给你看 你看我连原因都告诉你了 各位 我连原因都跟你讲了 各位 1月几号 1月 我刚刚讲1月9号对不对 好来看 各位 1月9号为什么我们要去空那个你知道吗 1月9号 各位为什么我要去空那个你知道吗 我讲得很清楚了 跑到哪去 等一下找到给你看 刚刚的VCR给你看过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去放空 就是因为两大阻力有没有 两个券商空单回补 所以各位我放空他 那各位今天我又买回了 今天我趁着利空有没有 我趁着利空往下杀 各位你敢买吗 我打在测标上了 我1月11号 我再买回金星科 下面一个问号 因为代表我还会赚多少钱 你再慢慢看 我是谁 我是陈利豪 开玩笑 一流的老师 各位 第二段VCR看一下好不好 你看看家灯 我昨天怎么跟你讲家灯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利多出来的反而往下发 有没有 那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去买家灯 今天家灯赚10块钱 你看 各位 今天家灯拉到哪里 275块半的了 而且各位昨天家灯是黑的 昨天家灯是黑的 今天马上买 今天马上赚 各位 请你看第二段VCR 各位 我今天有看到一档股票很特别 各位今天灯大利多 3680的加灯 今天灯大利多 各位注意 今天这档股票加灯 灯大利多 各位灯大利多多之后 各位反而没有涨 没有涨反而往下杀 各位我觉得这一个很有意思 灯大利多没有涨 反而往下拉回 很有意思 各位你记不记得这档股票 6533金星科 之前也是一样灯大利多 各位 之前也是灯大利多 结果没有涨 反而往下杀 各位 过了一两天 突然拉了三天 你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股市做法 不能像以前一样 你要特别要赌的赌报 要懂得很多的一个来龙去脉 或许各位加灯或许明天 后天就上去了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我的节目 我都不讲废话的 我都跟你讲重点 对不对 刚刚我不是跟你讲 金星科 对不对 工掌亭 我1月5号就买金星科 还没登利多 1月9号就工掌亭 工掌亭之后 1月10号利多出来 我不是跟你讲公掌亭那一天 我就放空了吗 你看 各位 我拿给你看 刚刚VCR 你不是看得很清楚吗 各位 这是几号的 1月9号 会员注意 6533金星科 今天之所以会如此强 是因为两家券商的主力大户 被强制空担回补 我连章数都跟你讲了 因此上个星期 我们买的 今天冯高掌亭榜 552块 可以出场 出场之后还会放空 厉不厉害 做多赚60 放空也赚50块 赚45到50块 赚最多的人 那各位 刚刚加灯 我跟你讲什么 刚刚加灯 昨天不是很弱吗 昨天灯利多很弱 那代表各位 故意压低吃货 所以我们昨天买了 我刚刚VCR 不是跟你讲吗 搞不好明后天就上去了 你看 今天就上来给你看 对不对 你看 今天就上来给你看 各位你知道什么叫一流的老师吗 一流的老师叫做先知先觉 就是人家还没有反应 我们就知道消息了 各位你看今天报纸出来了 你看 我昨天为什么要去买家灯 你看今天出来了 有没有 我不是跟你讲 我人脉比你多吗 光这一点 你就要参加成立好了 光这一点 你就要参加成立好了 我在股市34年 姑且不要讲成立好分析的能力多强 好不好 就看我跟你讲的事情都会发生 就看我跟你讲的消息 马上就会反应给你看 光这一点就够了 各位 在股市里面提早一分钟就很厉害了 更不用讲提早一天了 对不对 我不是跟你讲吗 先知先觉 我在股市里面多久了 34年了 再怎么样 我吃的盐巴也比你吃的饭多吧 对不对 那我跟你 我认识的这边的这些的朋友 也比你多太多了吧 台积电 1月3号没人要买 我早就跟你讲 1月12号 他法说会一定登利多 你看今天报纸也出来了 你看今天报纸1月11号的台积电 年营收2.26兆 创新高 有没有 1月11号的报纸 我跟你讲 我成立豪是谁 我是成立豪 你听得懂吗 一流的老师 现在全市场没有一个老师 比成立豪还要强 我没有骗你 只是你认不认同成立豪而已 我跟你说过 一通电话这么简单 你竟然还不会打 一通电话 你就可以跟我来结缘了 你听得懂吗 你还不会打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台湾很多那个诈骗集团有没有 一通电话就可以骗到很多人的钱 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 这么真正实力在分析股票的人 用手机验证的人 反而 对不对 很多人还觉得说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这是什么社会 这社会到底是病态还是什么 对不对 一个这么用功 这么有责任感 这么确实 不造假 不作弊 不欺骗 不吹牛的老师 虽然我的业绩第一 绩效第一 全国第一 我还不满意 我不满意 我要做到真的 99% 好不好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不可以 各位我跟你说过 在股市做股票 要么要赚钱 各位 70%是辛苦人 那辛苦人 人家讲说 我讲一句难听的话 为什么有人在讲 可恨之人 可悲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因为他的脑袋转不过来 没办法转 很难转 那有时候你 你讲一件事情 你变成要讲实践 讲实践 他不见得能够转的动 他不知道 没办法了解 你在说什么 所以各位 为什么三角形金正塔 70% 有这么多人是辛苦人 各位你知道原因了吗 那20%是一般人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一般人呢 你讲了三次 他搞不好就懂了 老师对 你懂了 老师你用手机验证是对的 而且实实在在 不造假 不欺骗 好老师那我跟你 那OK 这就是20%的人 那各位 10%的有钱人 是早就已经领悟了 早一点跟着成立好 听得懂吗 所以各位 我今天我全部验证给你看 两段VCR 昨天加灯这么弱 我买加灯 我不是跟你讲吗 今天就上去了 今天真的涨了 赚10块钱 加灯 对不对 昨天你敢买吗 昨天你敢进吗 有没有 这昨天1月10号的打下来你敢买吗 你敢进吗 你敢进吗 打下来你敢进吗 各位今天马上冲上去就有10块钱了 对不对 10张10万100张不就100万了吗 有这么难吗 金星科不是跟你讲了吗 1月5号买金星科没人要买吗 490到498买了 买了之后各位1月9号 掌停板 因为我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掌停板的 所以我告诉我的会员 放空掌停板 我刚才不是解释给你看了吗 我说老师 很多人说老师 掌停板你还敢空 掌停板你还敢空 我怎么不敢空 我是成立好 我就空死你 果然今天打到50了 对不对 价差50块 45到50块 所以各位 那今天利空出来了 我又买回来了 各位一当股票 不就来回做价差吗 我创造出1500多块的价差了 不然之前的四星KY 不然之前的利万 我怎么赚的 开玩笑 各位加权股价指数不要管 那个没有用 各位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 你可以赚大钱 为何只想赚小钱 各位2023年跟我们一起买车又买房 好不好 真的啦 各位我一直跟你讲强力的正在征召你 你不相信 愿意发财有正能量 愿意养活家人 愿意让家人过好生活的人 一通电话这么难吗 一通电话有这么难吗 除非你退出股市你不要做了 那算了 那既然你还在股市做 你当然要选第一名的 你当然要选第一名 而且最强的 而且业绩第一 绩效第一 全国第一的老师 而且我从头到尾都是验证给你看的 各位所有业务都在等你 你还在看什么 赶快打电话 业务在等你 过完年之后 2023年 各位成立好 已经准备好15档的股票了 你相信我 好不好 跟着我们一起 工程列地大获全胜 各位 过年之前赶快参加才有优惠 好吗 各位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零儿 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只不过迟到 老板就说要开除我 打官司 还得跑去台北 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 劳工可以在工作地法院提告 而且裁判费还可以减薪很多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识送权益 化解争议更快更easy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给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有一个老奶奶 两个多月前 一直看我的电视节目 在上个月才开始跟着我做 各位 她本来异性南山 连家门都不想出门 也不想出去活动 因为认为 一出门就要用到钱 所以没有钱 所以她不想出门 就每天在家里看电视节目 后来决定了 跟着我走一段时间 各位 她真的 她只做两档股票 一档叫台积电一档叫金星科 到现在每天都想跟朋友出去玩 为什么 每天赚钱 每天心情高兴到不行 各位你再看一次 1月5号 买回金星科490到498 各位 我连买的价钱我都给你看 勇气霸气行动力 1月9号工涨停 马上赚钱出场 兼放空 电视上也跟你讲 我就出场了 对不对 各位 我不是跟你讲要放空吗 放空之后 我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 相信吗 我们做多也发财 放空也发财 各位 结果今天你看 马上杀到503 502 对不对 连放空也赚45块 而且今天还反买回 对不对 各位做多也赚 放空也赚 各位做股票真的这么难吗 难在你的心里面而已 你敢不敢跟成立好 如此而已 所以各位 我一样强力真招 愿意发财有正能量 愿意养活家人 愿意让家人过好生活的人 一通电话 我帮你 各位 我不想浪费你们太多宝贵的时间 所有业务都在等你 等你的一通电话 我没有在乱送股票 因为我认为盘中四个半小时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股票不要乱送 会害死人 知道吗 所以各位 一通电话 我帮你 谢谢 我帮你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精兔要动迎新春 188 如意开运专案 让您红兔大展 福到财也到 财神专线 02 报11 3366 报11 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 8511 3366 8511 3366 顶业投顾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至胜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 为您掌握 顶业投顾 02 8511 3366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一千元 体验轰电了一个月 就算轰动时 找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一千元哦 请播02 2365 3255 付诸信任 全球财经台的专业 是您对我们的认识 提供深度与速度的节目内容 则源自于严谨的自我腰